- 下午三點鐘 歡迎收看齊海論壇 我是范英華 今天加權指數是一個開評走低的格局 最後面雖然說這個跌是有收斂 還是下跌了19點 收在8766點 今天量跟昨天一樣都是800多億 這個量好像慢慢有在縮小 放不出來的情況怎麼辦呢 那麼在今天期貨市場的部分 最後也是下跌了29點 收在8721點 很多人說這高檔來說 好像有一點點慢慢逗退路 是在打鼓嗎 整個牌要怎麼進步的來觀察呢 我們趕快要請到是巨洋投顧的 資深鄭其雙分音師 鍾建安 姜安哥你好 好 依華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好 姜安哥 今天開低走高之後大家開心 結果又翻黑對不對 所以後面還是都是下跌的 期限貨的部分 都是在高檔有點停住了 那麼OTC今天還跌比較多一點 只有0.9% 這個盤是走到這邊 後續怎麼看會不會再繼續創高 好的 這麼說好了會不會繼續創高 這個更是壓生命 每次問這個問題 很犀利 很犀利對不對 我就是最喜歡犀利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喜歡犀利嗎 對 這樣才可以展現出來 我們真的有夠犀利在解盤 對不對 行情還是要屬於自己的看法 我相信 這麼說好了 有沒有學過技術分析 我先讓你看一張圖好不好 先看一張圖 其實就可以大概解決 大家的一些心中的疑慮 我跟大家講 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為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江老師應該有教過 技術分析應該有學過對不對 上漲 如果量說好不好 不優嘛 對不對 如果下跌量說好不好 好啊 下跌量說好啊 有利多方啊 大家都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你想一件事情 今天下跌 今天還 這個也不算下跌 你知道嗎 天天拉尾盤 你知道嗎 每天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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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 你知道嗎 所以重點來了 所以這個行情到底走完了沒 來 江老師跟你分享 我慢慢講 你慢慢聽 今天的解盤很重要 行情還是要屬於自己的見解 所以 行情 天下就是這樣 何久必分 分酒必合嘛 對不對 三國演藝 開頭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寫嗎 何久必分 分酒必合 那行情就會 盤酒必噴 噴酒必盤 橫在這個地方幾天了 如果你認真算的話 要六天啊 橫在這個地方六天了 總該表態了吧 那江老師為什麼今天不表態 不要忘記了 今天是州選擇權要結算啊 所以你要給他切一下嘛 所以很明顯嘛 誰在做空 Hello Kitty 講得很聽一點 就是Hello Kitty 外資拼命買還買不上去 誰在到貨 想也知道Hello Kitty 又來了 好 那周選擇權 結算已經結算完了對不對 所以明天很關鍵 所以我下了一個標 盤勢能否維持 震盪偏弱的格局 明天決定 所以如果假設明天 你真的要準備好 每一次 每一次有沒有 其實江老師原本要穿戰袍 每一次多工的時候 都要穿戰袍對不對 但是你也知道 明天在穿啊 不是 因為新店一大堆那個潮 有夠潮 是不是 拿去洗了是不是 對 拿去洗了 乾不了 好 所以明天很關鍵 明天我認為 多空應該會表他一次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今天 是因為州選擇權結算 所以會壓抑了三天 讓人家表演 其實我覺得外資還滿尊重Hello Kitty 真的 外資這三天還尊重Hello Kitty 然後說你買對不對 讓你買 不跟你歡喜 鬆懷 看我表演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看法真的是這樣 所以行情就是一個 震盪偏多的格局 也就是說 明天還沒有表態之前 仍然維持震盪偏多的格局 還是會讓你多擔抱不住 空擔不想補 請你記得這個很重要 還是會讓你多擔抱不住 空擔不想補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很正 超級無敵正 會震到讓你的多擔真的破不掉 空擔每天說有性侵 頭部快到了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的看法 其實明天就很重要 所以明天如果真的沒有衝出去 我不會當一個死多頭 不要忘記了 僅好是四個順勢交易者 我不喜歡拗單 僅好是不會死拗空擔 一直拗拗到這邊 然後每天笑人家怎樣怎樣 結果都忘記自己手邊有沒有 那個單子已經不知道 不知道賠到多少錢去了 所以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一定要懂得順勢交易 所以不要去猜 來 明天如果真的往上攻了 那就持續的震盪偏多 如果真的明天縮回來了 那就又回到震盪高手盤了 沒辦法 行情就是如此 來 所以江老師要跟你分享 到底什麼叫順勢交易 很多人都想要學順勢交易說 江老師 順勢交易到底是要怎樣 順勢交易 你想知道對不對 來 我先講這個件事情 我再解盤給你聽 讓江老師 容許江老師跳通一下 到底什麼叫順勢交易 你知道什麼叫順勢交易嗎 我要考考一下 逸話好了 逸話你知道嗎 順勢交易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曾經有一個人就是學問江老師說 江老師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順勢交易要怎麼做 對 怎麼做 漲就買 跌就賣 真的有慧根 這個沒有雷稿了 真的真的 我不騙你 這本來每個人都要慧的 漲當然就是 就是強就做多嘛 可是漲我不敢買啊 對 就是難就難在這個地方 強的時候你要做多嘛 弱的時候你要做空嘛 但是難就難在說 它強的時候我不敢做多 它弱的時候我不敢做空 不是跟現在你所遇到的問題一樣嗎 請問現在是強還是弱 大家都知道 外資拼命買 拼命買 拼命買 你都知道 問題是你也知道它在漲 但是問題你敢做多嗎 不敢 不敢 所以你就經常放空 這樣了解我 順勢交易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每天告訴你 有什麼神奇的潘朵拉指標 沒有那種東西好不好 了解我 所以順勢交易就是觀念的問題 如果你了解的順勢交易 其實就跟吃飯睡覺一樣 真的 就跟吃飯睡覺一樣 因為你什麼時候想吃飯 餓的時候 肚子餓的時候嘛 就吃飯嘛對不對 什麼時候想睡覺 累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對 龍教老師 你問那種白癡的問題 來 拉回來 順勢交易不就是這樣嗎 來 我們拉回來 好 順勢交易不就是這樣嗎 什麼時候做多 搶的時候做多 紅K棒的時候做多 弱的時候藍K棒的時候做空 不就是這樣嗎 結果紅K棒你天天拆高點 你不會拆得很辛苦嗎 天老師 真的是這樣嗎 來 我跟你看 還在拆 真的 還在拆 所以我一定會拆中 真的我不騙你 我們來看一下 日線期的K棒 來 你告訴我 這樣拆上去的過程當中 不覺得很累嗎 好累喔 超級無敵累 你知道我每天解那個 多單抱不住 空單天天有希望 我已經解到有點神了 你知道嗎 更何況天天拆高點 那更難過 這樣了解嗎 所以重點在哪邊 順勢交易就是不要去拆高點 永遠都不要去拆高點 好嗎 真的 監章老師教你的觀念 你真的要把它記起來 監章老師真的是在幫助你 好不好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懂這個東西 就是請你推廠觀望 這樣了解 好 順勢交易已經解決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來了 監章老師 那明天如果真的要多空表態吃的話 那到底往哪個方向表態的機率比較高 好 我講的是機率 不一定是這樣 因為分析師沒有人知道明天一定怎麼走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到底往哪個方向走機率比較高 好 現在的慣性有沒有改變 來 我給你看一檔股票好不好 叫做0050 有沒有聽過什麼叫0050 來 如果可以的話想要請那個 Shane大哥幫我tag一下這個地方 來 就是0050 好 這整個畫面 就是0050的一個 就是0050 有一檔ETF就0050 對不對 台灣50 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 從過年前一路漲上來的過程當中 你看 三大法人拼命買超 沒有一天沒有買超的 0050沒有一天是沒有買超的 那你告訴我 你每天拆高點 你覺得是對的嗎 了解我要表達意思沒有 0050是台灣前50大全值股 外資三大法人天天都在買 天天都在買 結果你天天在拆高點 你覺得這是對的嗎 我的看法是不對的 好 另外一個 有一檔股票叫做看空台股的ETF 叫做 現在很夯對不對 超級無極夯對不對 等一下 好 這個 這個花鼠不怪 很奇怪 006 32R 來 給你看 這是T50反1 我們看一下T50反1 從過年前一路跌一路跌 結果三大法人在幹嘛 拼命賣 拼命賣 賣的意思是什麼 既然他是看空台股 我賣掉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等於是看多台股 那你有沒有發現什麼 玄機 0050天天買 然後T50反1天天賣 你告訴我說高點到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去解釋現在高點到了 好吧 那你了解嗎 所以我的看法真的是 目前看起來 不是姜老師要當死多頭 我最討厭當死多跟死空 我真的最討厭當死多跟死空 你知道為什麼 只要一次 只要凹單一次 所有的會員會死光光 只要一次 就這麼一次 所有的會員都死光光 只要是何德何能 在這個地方經營了四年 然後讓我們的會員一次死光光 那我的業障應該會很重 這個就還不完了 我每天地藏鏡可能要念十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姜老師真的 打從心裡面想要幫助大家 所以方法不對就請你推廠光光 OK嗎 所以結論真的是這個樣子 震盪片段的格局 目前還沒有改變 另外一個我們從傳統的一個 K棒的顏色來看好不好 我們從傳統的K棒顏色來看 到底慣性改變了沒 來我們看一下 十日線跌破了沒 沒有嘛 十日線沒有跌破 十日線還在這個地方沒有跌破 每次要跌破的時候就拉下影線 每次要跌破的時候就拉下影線 對不對 所以慣性也沒有改變 然後下跌的過程當中量也縮下來 也是好事 它又不是過高 過高量出不來那就不對了 過高量不出來 那表示換手不成功 了解 所以下跌的過程當中量說 那就是好事 所以這樣看起來你覺得 要幹嘛 周選擇權結算的一個變數也決定了 那剩下就看明天 看明天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到底怎麼表演 最好是今天外資總會賣了吧 真的是這樣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有沒有賣 答案揭曉 35億 我跟你講自營商 昨天的報告跟今天報告要寫兩天了 好我不騙你了 明天拉出去的話 他們寫報告來 外資還是買了35億 請問一下外資有跑嗎 外資有跑嗎 沒有 我還是告訴你 0050在買 T50反應它在賣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期貨多單 它有沒有平 有沒有發現有平嗎 人家又尻了479口 了解不 近多單來到了4萬5了 所以你在跟誰對坐 了解不 不要天天猜糕點 今天我知道比利時恐攻 我知道我又不是沒有看電視 但是問題你在操作台股玩 你天天流空蛋 你不會覺得壓力很大嗎 對不對 了解 所以結論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行情的話我的看法會就 喝酒必分 分酒必合 盤酒必噴 盆酒必盤 我認為明天多空會再表態一次 會不會維持震盪偏多的格局 明天決定 了解 所以明天請你皮繃緊一點點 沒有方法就請你退場觀望 這樣了解 好 一樣的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一個當沖 到底要怎麼沖 不要忘記了 江老師都有教你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要以當沖為主的話 有一個東西叫做多空加上點位 我昨天是不是直接告訴你對不對 8764 8764 這樣就偏多掉下也偏空嗎 8764 你以當沖為主的話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一個工具的畫面 跟屁從交易法真的很簡單 一定要學會跟屁從交易法 真的超級無敵簡單 跟屁從交易法就是要看懂加量關係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高低價差 8787到8698 最高點是8787 那個控盤手真的很機車 把那個最高點弄8787 最在那邊的人真的臉都濾掉了 8787然後完之後8698 高低價差也在相近90點的一個狀況 然後完了之後我們看一下今天 大部分的時間空放空盤 大部分的時間大乎在做空 大部分的時間傻乎在做多 結果我們看一下今天K棒的顏色 可精采了對不對 好 那到底要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今天江老師告訴你我的做法很簡單 昨天江老師有留破斷單 對不對 所以留破斷單的話 我在成本把它出掉 不賺不賠沒關係 重來一次 反正震盪高手盤就是這樣 震盪偏多的格局就是很難棒 沒關係 重來一次 結果我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一樣的15給他放空 為什麼要放空 空放空盤 大戶在做空 散戶在做多 結果空下來之後有沒有 請問一下 有破底完之後又拉起來 就開始震了 結果苗頭不對 當然一樣成本出 還是成本出 所以今天江老師 真的平昌的就這兩筆 一個就是波段成本出 一個就是當沖的成本出 就這樣 這樣了解嗎 方法是不是很簡單 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K棒顏色是藍色的 然後完了之後 空翻空盤 大戶在做空 散戶在做多 然後大戶的力道有沒有 只有這兩根比較出力 其他時間都沒有出力 當然就是成本出 免得正來正去的時候 大家心臟會受不了 了解 所以今天的做法就是這麼簡單 尾盤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 流破斷單的一個動作 就可以了 不就是這樣嗎 了解 所以方法真的很簡單 你不要覺得江老師 好像有三頭六杯 沒有啦 江老師沒有三頭六杯 江老師所做的方式就是 工具告訴我做什麼 我就做什麼 然後我幫我的會員 幫我的學員設好停損 不要讓他的停損變太大 變太大的話 這樣也不行對不對 所以只要把那個什麼 工具準備好 方法準備好 然後就這麼樣下去做 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 所以方法不對的時候怎麼辦 請你推廠觀望 這陣子你一直都做不來了怎麼辦 沒關係 我跟你分享一句話好不好 當你感覺天要塌下來的時候 實際上也許是你自己站歪了 這句話我覺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這個是微軟的一個 應該是我們台灣的女生的一個幹部 我忘記她的職程了 真的很糟糕 把人家的字抄下來 忘記人家叫什麼名字就好 反正是微軟的高層就對了 他說當你感覺天快塌下來的時候 實際上也許是你自己站歪了 也就是說拉回來 也許你從過年前一直一路到現在 也許你都一直拗空袋 沒關係 不要以為天快塌下來 沒有啦 呼呼的頂來而已啦 天不會塌下來的 了解嗎 那只是大氣層而已那種天 對不對 所以天不會塌下來 所以你只要調整你自己的腳步 你的腳步給他調一下 該做多我們就做多 該做空就做空 不要當死多也不要當死空 其實你只要經過這一次的經驗 你凹蛋的經驗有沒有 你永遠都會學會說 原來工具就這麼好用 原來真的不能當死多頭死空頭 不就是這樣嗎 了解 所以方法不對 還是請你推廠觀望 否則就跟我們的學員一樣好不好 好好的運用 天然的最好 乾淡的最好 把K棒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的週期給他固定 剩下的還是那句話 請你按表操課最重要 健康老師 那我沒有K棒顏色怎麼辦 沒有K棒顏色 那就想幫忙弄一套怎麼辦 好啦 告訴你好不好 重點在哪邊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健康老師這是加開的活動 那老師真的很忙 真的超級有點忙 就是為了這個活動 因為這行情真的越來越難做 你比白沙唇媽祖還要更厲害 全省趴趴走 對 全省趴趴走 那我應該也會繞一下 蒙面叫那個叫底 好 全省趴趴走 健康老師跟你分享 我相信你現在手邊 一定很多套牢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沿路上來的過程當中 每天都在講軋空股 也許你追了銅達電 也許你追了雙紅 也許你追了TPK 也許追了很多的軋空股 結果現在軋空股 軋空股有沒有一一中間落板 你一定想要知道怎麼辦對不對 來 天老師跟你分享 全省趴趴走 就在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市場免費的活動 就只講兩個主題 就很簡單 兩個主題 第一個 我就是要跟你細部的分享 什麼叫根屁蟲教育法 根屁蟲教育法 是我發現最簡單的方式 來 我們拉回來 有沒有學過鋼琴 學鋼琴剛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要學什麼 那個什麼 那個古典音樂 認譜 然後晚上照著譜彈 彈很久很久 然後8 6 7 5 4 3 2 1 這樣子一集一集的 認證過去對不對 這樣太累了 我教你爵士鋼琴怎麼彈 很簡單 你只要看簡譜你就會彈了 健康老師 這個跟教育有什麼關係 本來就是這樣 你只要看圖形 你就會交易 真的 健康老師不會騙你 來 更屁蟲教育法 就是要告訴大家 K棒的顏色跟價量的關係 怎麼運用 就是在這個活動的過程當中 第二個當然就是 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很多人透過網 臉書有沒有 謙安老師 我那個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我就想說奇怪 平常都不跟我聯絡 這時候跟我聯絡 好啦 不能comprate 我們的價值就是這樣對不對 分析師的價值就是這樣 我喜歡分享 健康老師喜歡分享 我不會compo 所以如果假設你現在手邊有套牢股票 來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市場免費的活動 你一定要知道 而且我還要跟你分享 新版本的賽馬理論的選股 全新的賽馬理論的選股 要跟你分享 上次沒有落產對不對 6239的新項一直標 352的同志也一直標 6238的勝利也一直標對不對 難得看到健康老師這麼臭屁對不對 這是真的有跟你講對不對 如果我沒講我不會寫 就真的有跟你說對不對 所以新版本的賽馬理論要跟你分享 好 所以這個活動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你留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中場廣告裡面的電話 真的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真的很有幫助 所以第一個你想學期貨了 第二個你滿手套了股票 到底要怎麼辦 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靜下心來注意一下廣告裡面的內容 對 好 不過剛剛我們已經比方 稍微看到這個外資 外資現在現貨依舊是買超的 買35億嘛 那麼其他更多的籌碼面 散戶現在心態又如何 好的 其實 其實要抓趨勢其實很簡單 就是只要大概知道 外資往哪個方向走 散戶往哪個方向走 你就跟散戶反著做就好了 真的是這樣 要不是Hello Kitty 你這被嘎到爆了你知道嗎 來 三大法聯總共買超了8.11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中心來看待 因為畢竟 自營商也是賣的蠻多的 最近自營商是怎麼 吃著襯頭鐵樂信 你不要以為那是真的是自營商賣的 我再跟你講一句話好不好 有沒有很多人會買權證 認售 認售完之後 自營商要不要到廠商去避險 要這樣你了解嗎 誰在放空 又是散戶 好啦 都是這樣 這樣定明白你就清楚了對不對 跟投信的道理是一樣 投信的空單是誰的 投信的空單是誰的 其實還是散戶的 了解嗎 所以三大法聯在這個 齊偶的一個流單還是有高水位 所以不過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它是比較模糊的 我們就稍微中心來看待就可以了 好 選擇權的部分 留有空單1萬1 留有多單1萬1 像相加減的話剛好打平 所以就空 就是中心來看待 好 昨天的普攻 ratio是1.31 今天是1.3 所以仍然是偏多 仍然是偏多 1.3還是算多的 來 散戶多空的力道 懂得補就好了 懂得補就好了 好 負15.5 所以Hello Kitty應該是回來了 很明顯Hello Kitty是回來了 我們的散戶不會那麼聰明 真的 Hello Kitty又出來幫忙了 希望能夠幫到你了 OK 好 K棒的顏色還是一樣是依規 多空的方向 還是以日限期的K棒的方向為依規 所以第二階段 菅老師就把加權指數的日限期K棒 跟大家做交代 對 不過說到了在各股的部分 近期來說很多的標股 持續是在創高當中的 大家看到這種在標的 雖然說知道它可能還會漲 它不敢追 對 那麼在賽馬理論當中 現階段的個股到底怎麼掌握 好的 謙嘉老師必須要跟你說實話 今天的賽馬真的有點落差 都沒有衝出去 但是問題是什麼 我要教你是什麼 你不要以為落差之後就不能買 把握一個原則 既然現在是一個震盪偏多的格局 當然是逢回街 你不要用追了 你今天去追多少股票 一追又打下來 一追又打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 你的tempo亂掉了 你的tempo亂掉 所以我跟你分享幾檔股票 來 3131的紅塑 來 這是紅塑 3131的紅塑 我問大家的問題 他逐了平台供出去 難得回檔 你覺得到哪裡接會比較好 你想知道對不對 最好是不告訴你 等一下告訴你怎麼這樣 所以3131的紅塑 他掛了沒 我的看法沒 沒那麼快掛好不好 除了這個以外 來 5264的 F凱勝他掛了沒 高檔震盪整理 一根黑黑棒 你就說他掛了 你去看一下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天天買你知道嗎 天天在買他你知道嗎 所以5264的一個凱勝 來 6143的一個鎮藥 你覺得這樣就結束了嗎 這不是一個頭部嗎 我跟你講 如果頭部那麼容易形成 有沒有 那股票 大家都好 看頭就射過去就好了 了解 所以總共跟你分享三檔股票 3131的紅塑 5264的N頂 跟6143的 F凱勝 對不起 F凱勝跟6143的鎮藥 這三檔股票線型都長很像 都是好像高檔拉回對不對 把握原則哪裡接 你想知道嗎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就要是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方法不對 做股票的方法不對 請你推廠觀望 否則好好運用天然的最好 簡單的最好 把K班的顏色準備好 再把操作週期固定 然後跟你分享一個活動 全省啪啪照 要跟你分享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 就是要告訴你期貨跟屁從交易法 怎麼做 股票 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如果假設你真的都是追這些強勢股的 那到底怎麼辦 很多人都套在2498的宏達店 我可以告訴你怎麼樣解套 如果假設你是做多的 如果你是做空的 那更簡單 我一定可以教你怎麼解套 蔡老師絕對不是兩光分析 是用凹單的 我不會 好 另外我要跟你分享 新版本的賽馬理論 選股到底在哪邊 之前跟你分享過的 6239的星象 352的同志 跟6238的生意都沒有落差對不對 當然新版的賽馬理論 也不會差到哪個地方去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注意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電話 我認為中場廣告裡面的電話 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真的會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這陣子操作期貨不順的 這陣子操作股票不順的 請你記得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記下心來 留意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對 好 等一下我們還有更多的 當中技巧 要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容卷強制回補潮將至 多空如何判斷 善用工具機率操作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3月26號高雄台南 3月27號台中台北 02 2506 6808 2506 6808 和我們分享夢想 讓我們分擔煩惱 把您的老問題新創意 和全球擴展計劃交給UPS 我們不僅能幫您推動業務發展 更能連結全球網絡 220個國家地區 40萬名專業團隊 提供最佳解決知道 讓我們一起創造 無限可能 跨越全球創新優勢 容卷強制回補潮將至 多空如何判斷 善用工具機率操作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3月26號高雄台南 3月27號台中台北 02 2506 6808 2506 6808 你今天吃了什麼 你運動了嗎 每天瘋傳的健康資訊多到爆 火眼聳聽 真假能辨 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不要欺負小問題 魔鬼藏在細節裡 專業顧問團隊 守護健康大小事 我是雅芳 發發健康友芳 讓您健康恩次芳 週一到週五 每天晚上九點 三立財經台 在立新文網紅部播出 麥當勞超值早餐 只要三十九元 開始 舒立室含維生素A 可幫助維持暗處事 舒立室夜黃素 融券強制回補潮將制 多空如何判斷 善用工具機率操作 全面量化與您有約 3月26號高雄台南 3月27號台中台北 02-2506-6808 2506-6808 歡迎來到親海論壇 今天這個當沖要怎麼來掌握 建哥 好的 建老師 教你怎麼樣做當沖 其實當沖真的很簡單 不要想那麼多好不好 當你想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你會變成你不敢出手 了解 來 就是台主起的10分鐘的K棒 開盤在這個位置 然後收盤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大部分的時間就是空方空盤 然後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大戶在做空 但是力道不強 其實力道真的不強 那散戶的部分倒是天天在做多 很奇怪 好 今天建老師的一個動作很簡單 就是在成本的附近 把昨天留的波段都把它平掉 然後往之後在這個地方 因為K棒顏色是藍K棒 對不對 那空方空盤大戶做空 散戶做多 那當然就是做空 那做空完之後真的有破底 然後又拉起來又開始震了 當然就是成本給它出了 為了控制風險 江老師就選擇把我們的空單平倉 就是成本的地方把它平倉 那尾盤的時候 我們再去做波段的一個留單就可以了 就這麼操作 這樣了解嗎 這樣操作有沒有很難 應該沒有很難對不對 所以你要的是一種方法 而不是天天贏的東西 真的沒有天天贏的東西 你聽正要的事的券 否則的話 我真的很害怕你陷入那個迷思 以為有那種天天贏的東西 但是江老師教你是怎麼樣做交易 長久時間的活在場上 了解齁 所以當你感覺天快塌下來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是你自己站歪了 表示什麼 調整一下就好了 你的方法應該有一點問題 所以你只要調一下方法就可以了 好 那就說了 江老師要怎麼調方法 來 我跟你分享一個活動好不好 就在這個禮拜六禮拜天 江老師要全省趴趴走 直接了當告訴你 根屁從交易法到底要怎麼做 你一定想要知道對不對 還有你現在之前有沒有 跟著人家去追什麼 什麼軋空股一軋完之後 變得自己軋在裡面 套牢的股票怎麼辦 江老師在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這四場免費的活動要跟你分享 當然只要你有來到活動會場 新版本的一個三馬理論選股 要跟你分享 之前有三檔股票跟你分享 應該沒有落差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廣告的時間 留意一下中場廣告裡面的訊息 我認為中場廣告裡面的電話 對你在操作期貨跟操作股票 一定很有幫助 最後跟大家分享 明天多工交代的點位 仍然打在8764點沒有改變 所以明天這個數字還是很重要 對 好 所以8764點 大家趕快關注一下 那麼今天起來論壇 感謝收看 更多分析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回來 拜拜